第六題 將甲乙和丙三個物體置於光滑摩擦力的水平面上 分別施與水平作用力使物體產生加速度 其作用力與加速度的關係如右圖 請問三個物體質量大小的關係為何 我們曉得根據公式F等於MA 那假如我們的 力量是一樣的話 那麼我們的質量會跟加速度乘反比 所以我們在圖上看到一樣的作用的時候 我們的甲的加速度最大 所以表示我們的質量是最小的 而丙的加速度最小 表示我們質量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的質量大小應該是丙大於乙大於甲 第六題 問我們說 請問三個物體質量大小的關係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C 丙大於乙大於甲